平反六四 越走越坎 数十名支联会成员及市民一早聚集在香港城市大学广场 今年长保活动全程27公里 象征六四事件发生至今27年 支联会借此表达对争取平反六四和建设民主中国的坚持和决心 希望有一天能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树立民主女神像 已经过去十几年都一直有一个六四的长跑 亦都是因应六四的周年 今年27周年我们已经是27公里的长跑 我们其实越跑的长度越长 当然是越困难 象征着我们无论有几大困难 都会继续去争取平反六四 希望我们越走越近 终有一天可以见到平反六四 看到中国民主的道路 在多远院校表明不参加支联会举行的纪念六四活动下 一名专业教育学院的蔡同学专程来参加长跑 她表示自己多年来都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活动 每年在五亿元的万点烛光一起悼念死难者 令她感受很深 因为我们要争取平反六四 还有我们希望中央可以就六四事件 向那些死难者的家属道歉 我就认为我们香港人应该要全结一致 不应该太分化 因为如果大家都各自搞个晚会 就变成令到六四周国晚会的人数会减少 会影响了那个力量 因为我们只要多些人团结一致 才可以争取成功 精致长跑由城市大学出发后 除了途经多个与当年六四有关的街道和地点 还会穿越雨伞运动的三个占领区 以中联办为终点 长跑人士下午两时抵达西区警署 借着台者民主女神像前往中联办 并在中联办门前举行献花仪式 支联会呼吁中共当局立直停止打压维权人士 立即释放所有异见人士 特邮记者陈盘香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Pick